今天的世界萬象及時通要告訴大家 關於一旦節有另外一個傳說 是惡魔坎普斯 他專門會教訓不乖的小孩 甚至把小孩給吃掉 這坎普斯源自於阿爾卑斯山的民間傳說 是一個半洋半魔 專門懲罰不乖的小孩 而這樣的故事近年來在美國瘋傳 不但有坎普斯的派對 遊行走秀變裝大賽 人們還會唱著坎普斯的專屬歌曲 一群頭上長角 凶神惡煞的魔鬼 在大街上遊行 下下圍觀的人群 還拿手上的樹枝攻擊人 這些人可不是扮成一般的魔鬼 他們是耶誕節惡魔坎普斯 根據阿爾卑斯山的民間傳說 坎普斯是半洋半魔 全身毛茸茸 舌頭又紅又長 一手拿袋子 一手拿樹枝 他專門在耶誕節懲罰調皮搗蛋的小孩 如果遇到特別不乖的 坎普斯會把他們丟進袋子裡 帶回黑森林 當耶誕大餐吃掉 我會告訴坎普斯 爸爸在那裡 不要告訴他們 近年來 美國越來越多人喜歡坎普斯的故事 甚至在耶誕節前夕慶祝坎普斯即將到來 紐澤西就有一家超自然博物館 每年都會舉辦坎普斯派對 不僅有變裝大賽 遊行 朗誦快小孩名單 位數點燈等活動 還會像唱耶誕宋歌一樣 唱關於坎普斯的歌 紐澤西的坎普斯派對已經舉辦11年了 每次都聚集上百人參加 雖然坎普斯長得可怕 但坎普斯派對是個溫馨 適合一家人同樂的活動 也為耶誕節遵添更多有趣回憶 綜合報導 綜合 綜合